任谁也没有想到 一楼的楼主朱小彤 竟是一名隐藏的爵士高手 就在半个时辰前 众多武林人士得到消息 明月公主的确已经武功尽失 为了夺取明月公的武功和宝藏 以长江十八寨为首的各大门派 互不相让地拼斗在一起 打得如火如荼异常激烈 谁知他们杀入明月的房间 才发现明月已经不知所踪 住手 原来这都是一楼楼主朱小彤的安排 他早就替小鱼几人准备好了退路 安排几人从水路逃走 几大帮派的首领没能抓到明月公主 随即带人找起了朱小彤的麻烦 他们认为都是朱小彤从中作梗 否则明月公主插翅难逃 朱小彤示意身旁的婢女退下 与几大帮派的弟子交起手来 这些武林人士万万没有想到 看似柔弱的朱小彤身藏不露 面对数十名江湖好手的进攻 朱小彤依旧是游刃有余 并且朱小彤有所留守 并没有对这些武林人士痛下杀手 只是出手打断了他们的兵器 朱小彤打退众人后 凝聚出了一道透明的防护罩 两个不怕死的帮派弟子冲了上去 却直接被防护罩反弹了回去 这也让三大首领认出了正能武功 三大首领联手围攻起了朱小彤 朱小彤却在转眼之间 就将一人给击飞了出去 剩下的两大首领健壮 并且全身内力一掌挥出 与朱小彤比拼起了内力消耗 朱小彤的脸色平静 没有丝毫吃力的表情 本来已是稳操胜券 不存想方才被朱小彤打飞出去的那人 抓准时机搞起了偷袭 一掌将朱小彤打得口吐鲜血 朱小彤反应过来全力爆发 将三大首领阵晕晕过去 而他自己则是逃出了一楼 再看小鱼和无忌几人 同样遭遇了威胁 宇文霜的二叔宇文吉等人 干掉了朱小彤安排的人手 对小鱼几人发起了攻击 小鱼几人在乱剑之下分开逃窜 宇文吉施展轻功追了过来 抓住宇文霜威胁起了无忌 要无忌用明月公主交换宇文霜 把明月交给我 宇文霜 宇文吉 你是不是人的 她可是你的侄女 她是我的侄女 我就能重振博二桩 宇文吉加重力道掐住了宇文霜 让喜欢宇文霜的无忌痛心不已 她知道喜欢明月公主的长春 是不可能会同意交出明月公主 于是突然出手抓住了明月公主 要和宇文吉交换宇文霜 宇文吉要去抓捕明月公主 却被无忌出手拦了下来 上次无忌与宇文吉交手 虚虚不过三招便被擒住 因此她根本不是宇文吉的对手 被宇文吉给打得节节败退 明月公主见识不妙 上前捡起一根木棒 对着宇文吉就挥了上去 长春也拿出了一根银针 刺在了宇文吉的弹中穴上 宇文吉就这样草率地领了盒饭 解决完宇文吉后 无忌几人连忙逃窜了起来 在奔逃了两个时辰后 一行人遇见了朱小彤 朱小彤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三大帮派带人围了过来 情况十分的危急 如今只能逃往邪恶灵的方向 诶 你们看 这就是邪恶灵 现在怎么办 静你 啊 我们后来追编 这是唯一的深入 可是左路仗气人 你是死路 朱小彤告诉无忌几人 邪恶灵在每年的秋天 仗气会变得比较稀薄 她早就已经测算过 今日诚实是最佳的入灵时机 错过了 就要再等十天 现在刚好是诚实 我们快走吧 把明月留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